诗篇六十篇一到十二节 神啊你丢弃了我们 使我们破败 你向我们发怒 求你使我们复兴 你使地震动并且崩裂 求你将裂口医好 因为地摇动 你叫你的名欲见艰难 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 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 可以为真理养起来 求你应允我们 用右手拯救我们 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 神已经指的他的圣洁说 我要欢乐 我要分开事件 丈量 疏 歌谷 激烈是我的 马拿西也是我的 以法连是护卫我头的 犹大是我的帐 摩押是我的沐浴盆 我要向以东抛鞋 北历史啊 你还能因我欢呼吗 神能领我进坚固城 神能引我到以东地 神啊你不是丢弃了 我们吗 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 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 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 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 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 诗篇六十一篇一到八节 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 侧听我的祷告 我心里发昏的时候 我要从地级求告你 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 因为你坐过的避难所 坐过的坚固台脱离仇敌 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墓里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 神啊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 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 你要加天王的寿树 他的年岁必存到一世事 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 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 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 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 诗篇六十二篇一到十二节 我的默心我的心默默无声 专等候胜 因为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高台 我必不肯动摇 你们大家攻击一人 把他毁坏 如同毁坏歪斜的墙 僵倒的壁 要到几时呢 他们彼此商议 专要从他的尊位上 把他推下 他们喜爱谎话 口虽祝福 心却咒诅 我的心啊 你当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高台 我必不动摇 我的拯救 我的荣耀都在乎神 我力量的磐石 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 你们众名当时时倚靠他 在他面前请心吐意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下流人真是虚空 上流人也是虚假 放在天平里 就必浮起 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 不要仗是欺人 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 若财宝加增 不要放在心上 神说了一次 两次 我都听见 就是能力都属乎神 主啊 慈爱也是属乎你 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 报应他 尽懂你 嘲不乎你 那你败乎你 谢谢观看